講到一關數 從十月十七開始 停止五十歲至六十四歲 若準無國風險辦勝貝民眾 就算不可以煮流感疫苗 到現在已經不夠一個月了 所以都不消不息 不過跟二次的疫苗 只剩一千塊錢而已 不可以煮到公費以風車的民眾 有人在煩惱說 會不會煮到 甚至是開放後 他們只煩惱說會不會煮到 北部帶小孩來 有先做煮流感疫苗 原本一開始很多人想要來煮 但是因為發生有人煮什麼 然後不爽快的事 這陣子來煮的人變得比較少 因為自己打就沒有什麼反應 就帶小孩子 想說小孩子打第一劑 也沒什麼反應 想說帶他來打第二劑就還好 這樣就不會想太多 維吼沒有在十月十七選佈 刪犯這效果十至六十四歲的民眾 使用公費的疫苗 到現在已經要一個月了 這麼多民眾還在開放 但是對地方政府來說 如果訂購全民開放 當初已經傳好的疫苗 可能就會不夠 就是因為我之前就預約公費補助的部分 然後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想說要趕快把那個保留的民盒使用這樣子 在這個五十到六十四歲的這個族群 因為整個國家的政策 就是先暫停來施打 那如果真的你有慢性的計畫 你覺得有需要的話 是可以有自費的市場可以施打 那目前我們的九萬九千多劑呢 扣掉我們已經要控留給社區 然後給學校的之外呢 目前還有一千四百多劑 加基市衛生局表示 已經有採購疫苗 目前加基市疫苗使用的秘魯 高級超過百分之四十 要劃免軍事感染應該是沒問題 而且疫苗其實不必人人都需要 住 掛出我們招手 這是以後鏡頭最好的方法 記者 林福庭 加基報道